《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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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参加500块钱鱼腥 人要反思根本没赚钱 谁家的不一生了病吗 我不是一二神 我有看过一次 《铁马遇到这个事》 我的大女儿跟我说 再多看几次 那我就看了四五片 他说我们爸爸 就是跟那个药室闹面的 就是一样的 就是帮助别人 天马真的是太冤了 就是病友帮病友 带给我一点药品 都是属于互帮互助的 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有发作 也不希望别人 别的家庭的孩子 因为吃不上药 发作可能会导致死亡 他的这一种目的就是 想更多的家庭的孩子 能吃上这个药 而不是毒品 你们把我都撞走了 我们都得到死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行吗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说你要保育天马 孩子爸爸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 看着爸爸早点回家 就是2021年7月4号 然后河南的公安 他们有四个人来我们家 是在我的脑屋 爷爷奶奶家 我二姐对我说 她说我老公被河南的人带走了 然后我们就说 我说怎么好好地把人带走了 如果说带走应该有拒捕令 我说没有看到 然后我们就到去打听 4号 5号两天48个小时 然后孩子爸爸就消失了 我们什么情绪都不知道 直到7月6号我们再收到拒捕令 涉嫌走失毒品 然后我们家就懵了 我说什么什么毒品量很大 我说孩子吃的药怎么是毒品呢 我们是很纷纷地就这一张照片 就是 01年的时候 就是 就是我们订婚的时候 照了一张这样结婚照 然后就一直没有派个照片 他是特别老实的人 他也不是说像别人那样浪漫 或者情人节 或者说是老婆的生日 孩子的生日买个蛋糕鲜花之类的 他没有 他就是在我的心里就是什么呢 只知道干活 除了说工作之外 然后就是把小女儿 那就是特别运行地照顾 也就是这个医院医生跟我说 国外有一种代购的药 吸饱你还是吃了就不会发作 发作吃肉少 田马帮那些兵友问的 那个代购的那些绿巴掌 他们都是在兵友家长手上 孩子们吃了 没有说我们把这个药买回来 给别人了 没有 可以证明的 这个是好多兵友 有一位家长联名起来的 给田马写的这个联名信 就是今年的3月18号要开庭了 然后兵友家长说 我们要替田马申约 有132个家长 他们都愿意为田马签名 有几个我印象最深的 这个是用手脚破了 这个也是 你想吃烤鸡吗 是 好 谢谢周小鸡啦 你就死妈妈 好 现在我妈妈给你买好了 她为什么还没出来 好你看 现在看到了没 等待骑士皆当 就要吃烤鸡 就要吃烤鸡 知道了吗 知道等5分钟 她就会来了 她就这样 她的脾气 她这种就是一种症状 我现在就要吃烤鸡 就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这么早 因为工作嘛我们的工作就是早上要特别早这边琵琶市场 本来这个是铁马的生活 她每天早上都是很早到龙虎批发市场 这边是她在这边我们两个人就夫妻一人管一店他是管龙虎批发的我是管雷池民售的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是分开的 我们家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 然后都是老客户 然后也舍不得丢嘛 那就是自己特别辛苦的 然后就是两边跑这边早上在这边批发市场 然后下午一去零售市场 就是整天的一百天就是全部都是在外面早上出来 然后到晚上才回家 本来我不用这么忙的 可以说吃完装饭然后在下午发货都不用这么着急的 就是想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回家要带小女儿嘛 小三哥 好谢谢 谢谢 求太多! 在狠狮角的派避, 艺三,他们 女 Ele安 还没有地区 procure帮我们申请 梦眧力。 我没有正 swing 看到线胎比虚 還要把小孩到北京去看病啦,我不找你有錢啦,不找你政府要錢啦 居然我死了,還把孩子到北京去看病啦,他就不行啦 手機的號碼,那些叫什麼,在微信上說說的教授,材料,底根都在他手機上,他有沒有啊 我說要人啦,不是要錢啦,我普日子能過啊,五幾年,六幾年,我們都過來了,普一點,不要緊了 我就兩個人把大人放回來,把小孩到北京去看病啦,不能看他死啊 每個人落到自己的頭上就曉得呀,不曉得呀 我說有用的,我求不沒急也有用的,不是說,我是這樣說 這個隨意的藥片,是明明白白的藥片,你為什麼說它是毒藥呢 醫生跟你說,有這個藥,還是吃了,可以不讓他發作 你做家長的心理肯定是,那我要盡一切可能去把這個藥買到給孩子吃 我們家長就是這個很單純的想法,特別單純 沒有說去想這個是,這個藥啊,是毒品啊,是廣製的藥品,我們都不知道 然後填滿這個事情,然後人家也是會疼起說 無知的情況下,給孩子帶滿藥品,這個也不可能說去犯罪 這無知,這無知我不屬於犯毒啊,你把這個也搞清楚啊,對不對 我不是犯毒啊 我們最生氣的就是崩啊,河南風啊,他們在調查的時候,他們沒有說把這個,鹿巴丹的這個藥品,他沒有把它的運途了解清楚 這一點是我們很疑惑的一件事,為什麼把它的運途沒有全部了解清楚 然後給我們起訴,以走私毒品,對,起訴 這一點我們一直都是非常疑惑的,我們沒辦法接受,到今天我們也沒辦法接受 然後要我們欠認罪書,就說給我們罰點款,讓我們就回來,我們也不能接受 我們就是孩子吃的藥,都是病友之間,互發互助,孩子都是為了孩子,能活下去,孩子有藥吃 沒有廢法留下,不應該說積壓鐵馬這麼久 就說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你不可能說把鐵馬一直這樣積壓著,這個也不對 然後我家孩子生病了,這種家庭,這種特區關係,就應該讓鐵馬早點回家 早點回歸家庭 如果定性違犯罪案的話,真的,我第一個不服 綠八蛋怎麼可能是毒品呢?明明就是對我們小孩來說,本來就是救命的藥 很多小孩就靠那個藥來控制那個發作的 我家孩子這個前段時間是斷藥,是有一段時間買不到 我個人認為它是違法,至於是不是犯罪,那是個公監法系統去定論的,定罪的 我不加以評論 就像代購的話,它肯定是不只一個代購嘛 但是它是代購裡面給我們病友的話,是最優惠的一個 就說比較為我們病友著想的那種 有的時候就說這代購就多夠一些藥,你說最後不還是賣給這些孩子嗎? 反正如果說誰有缺藥啊什麼的,他會幫忙去幫人家 這家借一點有多的話,我們都是互幫互助的那種嘛 借藥,借藥還借了好長時間都沒借到 處罰還是應該受到處罰的 但是反過來講呢,我堅決反對以販毒罪去定論這個事情 所以說他被抓了,我們也覺得綠八蛋怎麼可能是毒品呢? 如果鐵馬,販毒罪成立的話,我會投案自首,因為我買了 有的小孩因為綠八蛋沒有了,後面就說他不是被抓嗎? 後面很難找到那個藥 就是那一段時間,沒買到停了,差不多有一個月 就好,那錢抽的可厲害了 有的小孩就走了,有時候也會在群裡說,我退去了 我們小孩,哎呀,說得這個好心酸 所以我們這個小群體啊,很多社會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我們即使買藥購藥真的很難的 特別是面臨斷藥的時候啊,哎呀,說這個好心酸 我帶著孩子往,跟爸爸帶著孩子往是有區別的 爸爸帶的多,他感情要生一點 他的盡力就是說,全部放在這小女兒身上了 今天有沒有想爸爸呀? 想爸爸 那你說你知道爸爸叫什麼名字嗎? 爸爸叫什麼名字? 因為他的認知比較低,就會問爸爸到哪裡去了 爸爸怎麼還沒回來 我們就是一直跟孩子說,爸爸去外面打工了,去賺錢了 那我大女兒我就會跟他說 因為妹妹吃的這個藥,爸爸給別人帶夠了妻 另外一種藥,他也是純粹給病友之間幫助 我覺得就說爸爸犯這樣的罪,不是他的本意 他是在無知的情況下 他說,媽媽,我的感覺就是我爸爸是先死板的,我不是要死人 我說你都能知道,我說應該是幫案人員也能理解到 爸爸的確是幫助別人 我家這個鐵馬,他安分熟悉的,對吧 他是家裡頂端女兒,家兩老子七十歲,還有一個智障的女兒 還有一個孩子念大學 他要是講到販毒那個錢那個的暴力,我們看了便是了 他就搞那個辛苦錢,早上這兩點鐘去賣批發菜 批發那個鹹菜,搞到六點鐘就回來,六七點鐘就回來 一開始我們聽到這個名字,他認為是同名同姓的 都不相信是自己家的孩子 這理解的話肯定是有影響的,因為他壓力很大 家裡少了一個多次的人,他的父母年齡都很大 他還要帶一個天賢的女兒,生活應該很艱辛 我最後的就是想說,中茅縣人民法院能體卻民情 給鐵馬無罪釋放 因為鐵馬這個事件已經查得很清楚 沒有危害社會性,和就說六八章是國內管控的藥品 但是鐵馬不清楚,不知道 他的初衷就是說,買這個藥,跟孩子就說 兵友之間都是互幫互助的 沒有說非法經營,或者說謀利的 這個是沒有的 如果說不相信,可以來我老家,來調查一下 我希望就是說,法律是有溫度的 應該就是說,把公平、公正、百證,不要折中了 鐵馬這個案件就是,限制版的我不是要審 希望就是說,人民法院能考慮到這一點 鐵馬寄要這麼久 八個多月了,應該讓他早點回回家庭 孩子也需要爸爸 大小二十多 大小三十多 八十多 十四十五 二十不是三 五十一 二十三 四十五 二十三